公祝市民朋友 新年快乐 龙年吉祥 四季平安 迎接2024龙年 基隆市税务局印制了 精美的月曆日曆和桌曆 欢迎民众拿着纸本发票 和云端发票 在11月11号参加兑换活动 我们是鼓励民众 可以使用我们的云端发票 来取代我们传统的 一种纸本的发票 并且我们预计 在我们本周六 也就是我们11月11号 上午8点30分 在我们的安乐区 行政大楼的一楼 还有我们七堵区的 行政大楼一楼 以及信义区的一楼 我们都会同步来进行 一个兑换的一个动作 市长谢国良也翻阅欣赏 2024年的月曆 漂亮的水果图案 结合今年的施政亮点照片 月曆的背面还设计成春联 可以剪下来使用 今年的亮点还新增了 大小朋友都喜爱的 卡通人物桌曆 而且只要符合发票数量 还可以在日曆 月曆 桌曆中一次兑换到两种 那有市民说 我还想不爱月曆 我还想不爱日曆 怎么办 以前都是排队只能先换一种 那我们今年比较贴心 就是说一次排队 可以换月曆或者日曆或者桌曆 三种里面可以选两种 排队一次就可以选两种兑换 所以就是发票可以多带一点 卡通的小朋友喜欢的这个桌曆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我们的市政亮点 也有很可爱的金沙 然后也有一些主题的卡通人物 不同IP 所以我想大人也喜欢 小朋友也喜欢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索取 民众只要捐出112年9到12月 纸本发票6张或3张云端发票 就可以兑换月曆或桌曆 纸本发票8张或4张云端发票 就能兑换税务日曆一本 11月11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 在安乐区税务大楼 七堵区行政大楼 和信义区公所三处同步办理兑换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